誰的來源呢 人的性啊 每一個人啊都會因為 因喜悅 而隨 所以玉掛 雷蒂玉的玉掛 就講的是喜悅的道 那因為有喜悅以後他就會人就跟隨而來 所以 隨掛 是玉掛的序掛 繼續下來連續下來 那在這個掛專門論 誰知道 專門論誰知道 所以玉經一個掛 就是專門論那一件事情 這個誰 你要追誰 比如說人間道 在天津道上面看的時候聖人為什麼會領悟到我們古代聖行人為什麼會領悟到誰掛 因為 折上有雷 雷打在折上面 雷在折的下面看到沒有 也就是說這個雷一打打到折上面那個折隨雷而動 好這是一個隨的象自然界的象 那聖人就提問到誰很重要啊 那就有幾種狀況 需要隨 人間道是出來了 第一個 人君是從善 你是當君王的 你要 從善 如流 那你到底是從善 到底要隨哪個道 就是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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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做臣下的 奉命行事 這也是講隨的道 學者 讀書人呢 要從異 從異理 第四個 零事的時候 遇到事情來的時候 要從掌 這個掌含義很廣 不單單是指的是長輩 而是從專長 你要遇到事情要書也有專功 要請教專家 也叫做長 你不知道是長輩長輩就完了 讀藝經讀了就變成難經了 變成難了越讀越難了 那為了人呢 一般的人 這個 常人啊 這第一 常人呢 他隨的時候 常人所隨呢 一般人的呢 由他自己的心來隨 怎麼講 如果你是常人 就是這樣子的 你看到你心裡所愛的 你看到他做的都是對的 你心裡所討厭的 看他做的都是錯的 常人之隨 你不能說你喜歡的都是對的 你喜歡的是你的事啊 他都是對的 亂隨 君子之道呢 君子之誰呀 什麼叫做君子的誰 君子的人呢 交往 交個朋友 不以私 什麼叫不以私 什麼叫不以私 就是不會有私情的所受 所受到私情的影響 不以私 這個取政 一定都是專一 只要是正 只要是正道 正派的人 君子是專一的 好 那君子之戒 我們一般人的誰 這是最好的誰道 戒之在奸 這都是易經講的 什麼叫做戒之在奸 很多人呢 他交朋友的時候 他隨道的時候 這個誰呀 他也交正常 正人君子 剛正人他也交 小人他也交 這就是撕掉君子的意哦 為什麼 為什麼要戒之 因為真正的君子跟你來往的時候 發現到你有朋友是 這個人不好你還跟他來往 他根本就不要你這個朋友 結果你撕掉君子呢 是因為你 去自己去沒有去戒 奸交 怎麼回事 你以為奸的可以 其實不行 那因為你是君子你很好 結果別人會利用你的好 小人會利用你的好 他跟我說好陪我啊 他來提升他自己的地位 提升自己的地位 臣之水 你做臣子的 做總經理的 做經理的 沒有做到君王 臣民的 做臣的那個誰就到了 如果你使啊 民心啊 或者是專門使公私裡的心呢 喔 隨己 不隨君 不隨於君啊 你當個總經理的 結果公私的人都向心於你 結果都忘了董事長的存在 你呀 自己找自己倒霉 這位大害 現在很多人就這樣子啊 真正的做臣下之水呢 厲害的人呢 他替君王做事情 或者當幫老闆做事情的時候 把所有的 做事情都他去做 然後把功勞通通推給老闆 這就對了 你做臣的你把功勞推給你的君王 這是 臣的 為臣的誰的意 好 君主 你做人君的 人君的誰呢 好 要隨善 對的 對的 隨善的 從善的 對的要堅持到底 那現在如果 從人君的人呢 做人君做皇帝的人呢 常人是所 有心 我喜歡的看到他都是對的 我不喜歡看到他都是錯的 你就完了 你那時候君子都不如還做君王呢 現在我們就犯了這個大毛病 你看沒有一個掛每一個掛可以講的都可以講他 好累喔 沒有一個是對的 好這是麻煩的 這個 我們的聖人呢 最後把隨掛規了一個一句話 他說啊 得名 者昌 諸位常常 失明 者亡 這是我們古代聖者告訴我們 其實就是從隨掛來的 他說啊 即定失位 之人 你完全 離開權位 這是隨之極 到了第六窯的時候 隨掛進入第六窯的時候 代表陰柔嘛 第六窯完全沒有了 你已經不在軍位了 已經離開了 但是 明星還是隨到你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照樣恢復你的記憶 所以明星的重要就在這裡 占卜 占卜 注意看 雲中雁傳書 雲中他那個圖上面 注意看那個圖上面有一個雁子在咬了一個 信有沒有 飛來喜訓 雲中雁 他寫雁呢 不寫烏鴉嘛 廢來省去 一堆錢 這有三寸喔 一堆錢在那裡 就是 才要聚 才會聚來的 才聚的像 那你如果補掛做生意的話這個掛太好了 諸門內有人坐 為什麼要這樣 諸門 諸門是鴻門 過去的諸門是官府才會有 諸門 所以說 君王這像 裡面有人坐在那裡面 帝王的像 會面見君王 會面見君王 那有一個人來做生意 你說你要想我看過這個生意可以不做 一補到居然能夠面見君王對不對 那可以啊 我們就開楊樂多去啦 做大佬了嘛 一個人呢在門外立在地上面 這個意思呢就是有一個世人求 求官 受到尊重的像 求官大力 求財也大力 串錢在地 還有一個 如果 為什麼寫我這裡剛剛前已經讀過了是 財路 這個串錢 諸位呢 第五個 諸位上圖上面沒有這個上面字下面沒寫的 我們在讀圖出來的 串錢在地 這是我說的 這是圖上面有的 好像三串錢掉到地上嘛 如果 這個我現在在打官司 一補到這個卦 串錢在地上 意思就是說用錢買不通啦 我說我也是 錢行不通啊 用力不行啊 威脅利誘嘛 用力也不行啊 好 左下角有個 一票黑點就住在那裡有沒有 好 這叫做亂珠啊 聚在那裡 好 亂珠句的先聚後散 知不知道為什麼先聚後散 好 你如果是家裡有小孩很簡單 你拿個杯子裡面放到彈珠放在那裡 早上放下去 你小孩在家裡面中午回來 可能不要中午一個小時回來 珠就在撒得滿地 先聚後散 好 為什麼要講宣傳 任何的掛項裡面就有裹在裡面 因果 重重在裡面 好現在有個人來補掛 哎呀我跟幾個 你看我現在要跟人家和我做事好不好 一補 會賺錢 但是因為 賺了錢以後 而拆夥了 了解我 賺錢會拆夥啊 結果是這樣子 好 那 老大我怎麼樣是現在已經不掛了 那掛上有沒有解 有 有解 你跟你的股東要談易 不要跟股東談利 談利不行 談易就不會散 什麼叫做易 要幫人家斷後 你看他股東每天計上 你看這一塊錢啊 今天支出一塊錢 你我三分三十一號 然後還一連出 三毛三 還在那邊算 還巧出點四車五路的 不要捨 一定是散的嘛 好 楊宅 楊宅呢 少女居長男位 你的名字叫三女兒 就跑到大兒子東宮去睡了 折了誰的相就出現了 第一個 女生男太 女孩子跑賽穿褲子動作像男人剪個短頭髮 好 還有呢 女的homo 女的同性戀的形象 同性戀的形象 第三個呢 這個 一心於事業 就是折類誰 女孩子住在裡面的時候會有這種象 好 不但一心於事業 不但一心於事業而且呢 未婚 居君策 你看有的女孩子啊 沒有結婚 二三十三十二十來三十歲 她就做了大老闆的秘書 人力很強啊 折類誰 好誰掛 第四個 這個婚姻呢 有利 而且能成 這個呢 一定會這個女孩子一定會避嫁 婦夫 婦夫 他這個女孩子 這種女孩子呢 一定要有情老公就嫁了 你再也再醜都沒有關係 以財富來決定嫁先生 我們平常算命不會這樣講啊 我都教你這樣講啊 你不要跟他 什麼都講出來 你事可兒子 我跟你講 婚 早四年 提前四年 比如說他的洪蘭姓是三十歲結婚 他在 折類誰掛的話 祝婚二十六歲結婚 加減就出來了 好加減就出來了